黄晓明总裁但不霸道 他身上的三件事很典型 昨天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在澳门举行的 大湾区的音乐会 好几个大湾区的奥运冠军 像全红长、樊振东他们都去了 很多人刷到了对吧 知道他们几个还和汪峰唱了 我爱你中国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因为唱这个歌的时候已经属于尾声了 剩下的都是一些像合唱演奏之类的节目 当然这些也都是属于红歌类的 是不是 当时现场的照片是这样子的 发现没有 几乎空了一大半 从现在流出的信息来说 是说当时很多的明星都已经走了 但是运动员全部都在 就是图中的那个圈出来的一座 明星走的只剩下了 三个了 哪三个呢 王林红是一个 这个没毛病 他的故事以后再讲 成龙大哥坐镇到最后也没啥毛病 还有一个是谁呢 黄晓明 为啥他没走啊 因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更高层 早就不把他当着一个明星了呀 黄晓明就是和成龙坐在一起哦 嗯 这个地位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当然除了他的地位决定了 他不会走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黄晓明太懂事了 什么啊 梳理你会用形容词吗 懂事不是会用在小朋友身上吗 你竟然用在黄晓明这样的人身上啊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是吧 或许更会明白 当你的地位和财富走得越高的时候 你更需要懂事呢 是不是 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啊 而黄晓明懂事那是几十年混这个圈子里面的一大利器啊 再说一个资本圈的故事 没错啊 黄晓明其实早就是资本圈的人了 08年黄晓明成为了华仪的第一大艺人股东 有180多万股 然后呢 09年华仪上市身价大涨 然后故事就开始了 像华仪这样的公司呢 上市肯定会带着很多资本圈的大佬和机构一起赚钱的 有知道哪些大佬进场了吗 来可以先能去说说啊 他呢会提前让他们买一些原始股 等上市之后呢 就大涨 然后赚钱了 是吧 逻辑很简单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华仪当时原始股的价格是三块钱 然后在上市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最多的时候涨到了90多块钱 相当于涨了30多倍 一般呢 这些股票会有一个限制期限 要等到一年后或者半年后才可以包售 当时的华仪是一年后才能把这些股票卖出去 所以呢 一年期限到了的时候 大量的金融机构和大佬呢 就纷纷抛售华仪的股票 毕竟赚到的钱真正落到口袋里面才是正理嘛 这个也无可厚非 一般呢 像黄晓明这样的股东呢 也会在这个时候抛售一些 但是按照股市的规律来说 如果大量的抛售必然会在短期内引发股价的大跌 然后华仪的老板呢 就找到这些明星啊 希望他们现在就不要卖出股票了 当时呢 明星们都看着作为持股排在第一的艺人 嗯 黄晓明 他的态度 毕竟这可不是小钱啊 我们来看一看 当时一年后 华仪的股价呢 是六十多块钱左右 虽然不是最高的九十多啊 六十多块钱左右 而这些明星当时买原始股的价格是三块钱一股 啥概念呢 如果某明星最早的时候用了三百万 买入了一百万股的话 那这个时候卖出差不多能拿到六千多万 瞬间挣了五千七百多万 是吧 黄晓明呢 如果当时一咬呀 把手上的股票都卖掉的话 这个无论是从技术上 还是法律上 都是没有问题的 直接占上就能近占个两亿多啊 因为华仪上时候有分红 他的股份增加到了三百六十万股 那是二零一零年 结果呢 黄晓明二话没说 直接答应了老板 一股都没有卖出 既然持股最多的人都没有动 其他的艺人股东 当时呢也就问住了 就问你黄晓明懂事不懂事 当然了 这个操作也被资本圈那些金融机构一阵嘲笑啊 嘲笑这群明星只懂得拍广告拿代言 对于资本市场那是一窍不通啊 对吧 其实你按照那个时候的代言费来说 一两个亿像黄晓明这种咖位 也得代言几十个吧 是不是 其实呢 如果存从股价的角度确实如此 随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华仪的股价也是一路下行 最低的时候跌到了四十多 对于黄晓明而言 直接损失就一个亿左右 也正是因为这么懂事 黄晓明成为了所有艺人当中 没错啊 我说的是所有艺人当中 转型为资本最成功的一个 不是之一 别不信啊 他其实在很多上市公司呢 都有股份 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 他竟然在做着华仪一哥的同时 成为了保利伯纳 万达尹士 乐士尹士 当时华仪的三大竞争对手的股东 你就琢磨一下他的地位 嗯 这个呢 我可以单独写一个总裁的系列啊 黄晓明到底在资本圈做了多少匪夷所思的操盘 来 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啊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还以为他是艺人明星吗 多懂事啊 是不是 他完全就是一个懂事的总裁 当然了 这样的资本故事不太好延续啊 说个更有意思的 大家发现没有 不管黄晓明这十多年 有没有出演大片或者热门的电视 他始终在某一个城市上面待着 即使这十多年他有过七七八八的负面 他的负面也不少啊 特别是在代言方面翻车了好几次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过强导重能推的时候 请参考前几年几位一线男星他房 以及最近的三字阳事件 而且这么多年 他一直都能做到短期内迅速的网络流量资源 去做一些事情 请参考他最近谈恋爱刷屏好几天 发现没有 黄晓明的维度完全就和其他明星不在一起 再直白一点他至少要高两到三个层次 稍微提示一下 他是新一届电影家协会副会长当中 演员代表里边最年轻的 那现在的会长 陈道明就是演员出身了 此前一任的会长也是演员出身 知道是谁可以评论记者说 同时他还在电影家协会的上级指导机构 文联担任者之物 这一块我就说这些了 很多人可能会说黄晓明已经过气了 很油腻 没有人找他演电影之类的 咱们现在换这些角度再来去看他 你觉得你还能用所谓的资源多不多 这种去形容普通的电影电视明星的词汇吗 好了都看到这里了 来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吧 如果你们也喜欢这样的内容可以来报关注 我们换个角度看世界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